高知修是自己獨有的傳統工業文化 在早期使用在傳統建築 但是隨著藝術不斷發揮創意教師 已經發展成為生活的片的疾狀 工業次文化教推展高知修藝術在後方之間 四月份開始由高知修藝術進入14間的中小學 從來介紹高知修藝術進入時搭配合同遊規 也創造學生創作體驗高知修籍 讓學生小孩對著傳統工業有驚訝 進一步的實際含了解 為著提供含團成高知修藝術出現後方藝術客廳的費用 進一步讓學生對著在地的藝術文化產生人動感 工業次進入文化教取消在在當中推出高知修 藝術後方提供下位在四月份正式開動 今年總共有14間中小學好好參加 希望透過參考和實質課程 搭配到後方遊規 讓學生對著高知修 相信更大的興趣 進一步提升人動感 很多學生其實透過這個計畫的參與之後呢 其實對嘉義的焦梓桃工藝有更深刻的認識 那也很多小朋友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焦梓桃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 那就是他們創作的作品其實也都還滿有創意的 很多醫師也都有反饋跟我們說 其實小朋友的創意真的還滿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那這些小朋友創作的作品 其實最後也都會來就是參加我們的工藝競賽 那像我身後的這些作品就是 小朋友參與這個我們工藝競賽之後的特獎作品 那就是大概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每位小朋友其實都有他們自己的創意跟巧思這樣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可以激發小朋友除了就是對這個傳統工藝的認識之外 就是也能夠激發他們對於就是藝術素養的就是培養這樣 今年到的實作課程特別要請到在地的高知秀藝術 創意學生進行到出財源活動 讓學生能夠透過藝術的創意 演繞自己的傳統企業 上一年就因為疫情的關係停辦一年 我擔任這一個活動的老師也有幾年的時間 那學生在參與這個焦紫濤的製作的過程當中 他們其實都覺得可以接觸到在地的一個 這個文化的藝術的一個特色的東西 他們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製作起來也相當的跟接地氣很有在地感 然後其實反應都非常的不錯 自己的作品做出來他們一定是非常的 很高興很有這一方面的成就感這樣子 家醫師這樣子操作下來 幾年以後到現在其實很多學校對焦紫濤都有很衝突的一個普遍認識 透過高知秀藝術設計課程進行到學 讓學生學習高知秀的創作 對初步各上到完成作品 由專業藝術一步一步 傳染到學生來了解到高知秀之味 對學習形象高知秀作形 所吻含的文化意義 到了解到有採收典型的藝術計課 到最後天涯高知秀製作的紅色過程 讓學生發揮創意進行創作 當時就出來實在這項 想他自己的社區特色傳統一樣的文化 馬後跟他一起是高知秀的高雄 不再只是一個考核 你是對好好開始散步跟跟他一起MV一天了 世新新聞中頂孫翁先生跟他一起採訪報道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是否可以吝嗚